住新加坡代表處舉辦的一百零六年國慶酒會 廣邀旅行臺灣人及當地友人 一同為中華民國慶聲 住新代表梁國欣在酒會中表示 臺灣在國際自由度評比中 是勝過許多歐美國家 他也分享蔡總統上任以來 在各領域的改革成果 最後是以新加坡獨有的舉杯方式 來祝賀雙十國慶 新逢中華民國建國一百零六年 駐新加坡代表處舉行國慶酒會 邀請旅行僑民 台商 各國駐新使節 及當地政商無化界友人 一同為中華民國慶賀 南國新代表致辭時表示 臺灣人民自由度高 甚至優於許多歐美國家 這麼些年來中華民國政治民主 經濟繁榮 在國際各項的評比的指標中間 都有很好的表現 根據美國自由之家公佈的 2017年世界自由度的報告 臺灣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度 總分達91分 比去年更提高兩分 甚至於超過了若干歐美的國家 梁國新也指出蔡英文總統致力推動 改革創新 在經濟 文化 觀光 及政治層面上皆有成果 並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打造踏實的外交新局 維持兩岸平衡穩定 接著梁國新代表和貴賓們 不僅高唱生日快樂歌 切蛋糕之外 更入鄉隨俗 以新加坡特有舉杯 飲勝方式 祝福中華民國國運昌隆 臺灣宏觀電視張思慈 新加坡採訪報導 謝謝